大家好,又是我們GameplayHK的模型頻道 這段影片會為大家開箱和掃組這隻RG的God Gundam 其實之前它發布的時候,我們已經很期待這盒模型 既然它推出了,當然就是買回來組裝 有件事頗開心的就是雖然發售日期延遲了 但原來Bandai是打算掃貨,所以市面上其實是很多貨大家不怕買不到 不用吃炒價 也不用給有些人美其名就說幫你買定 到你下班才再夾別人的地點和時間去交收 益助那些所謂的微炒價 現在我們馬上開箱 一打開盒子,首先就是看到貼紙 可以看到其實要補色的位置不是很多,最主要就是金色 眼睛和胸口紅色的位置 胸口那張我就會貼貼紙 剩下金色的銀色我就應該會噴金屬色下去,這樣就會比較漂亮 之後就是雙起背部的三個圓圈 是明鏡紫水的時候會出現 讓大家看看和HIRM的Gundam 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HIRM的圈圈是一件過 不過它就有很多好像閃卡那樣的反光效果 HIRM的Gundam沒有這種反光效果,不過就分開了三件 再下面就是一些骨架和藍色的零件 你看看現在骨架的組件其實已經剩下很少 金屬橙色的這幾件就是出爆熱神獎時用的特效件 我覺得它這個顏色已經很漂亮 大家如果掃早的話,我想都未必需要補色 還有金屬綠色的這件就是用在胸口那裡 其實它的金屬色的表現已經很漂亮 接著那一袋就是一些外甲的組件 它有灰色紅色 另外那邊就是白色 這一版就是橙黃色的組件 其實直角和手臂前面的爪 我應該都會用類似的橙黃色上方 背面就是兩把光束劍的特效件 可能有些網友砌好之後都會用UV燈去照一些特效件 讓它有些發光的效果 但我用UV電筒試過,其實它的效果就很弱 不會說有很厲害的螢光效果 如果大家想螢光色更厲害,就要自己噴油 最後這包就是一些外甲和骨架的零件 說明書就收到最底 那我們就揭開看看 看一看 有看開Gindam 都很熟悉這個巧手的動作 這次的RG就可以完美重建 這個就是臨出爆熱神掌之前會做的動作 還有其他可以活動的部位 這裡就有些姿勢的示範,你看多有型 砌之前我留意到一件事 大家就可以看這個F2版件 裡面的18、19號件 是很大機會會當水口剪掉 所以大家砌的時候記住小心 因為這個位置如果剪掉 想修復它是很難很難的 它連接的位置太小了 就算黏起來,應該都會很容易脫出來 努力了一段時間 終於都砌好這隻Guard Gundam 先做一個經典姿勢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它的可動性 首先就是頭部 向後就可以看得這麼高 向前低頭的話 其實還可以再推前多一點 在後面就看到 因為頸部有兩段關節 所以頭部的活動幅度很大 肩膀火神炮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揭開它 在旁邊看看,這件裝甲的扣是有兩段 所以它是可以打開後退後,再蓋下來 只是露出火神炮的炮管 這樣就會比較漂亮,不用整個揭起 胸口這裡黃色的甲可以抬起一點 再將藍色的裝甲推起 這樣就會看到胸口那顆G 上臂的活動幅度都很大,你看看可以這樣拉下來 再繞去胸口 手張是可以屈到碰到另一邊左臂 至於為什麼手可以屈到這麼前,在這個位置就看到 因為上臂和肩膀之間這個位置就用了兩個關節 有些動作我們就可以把手拉出一些,令到活動範圍大一些 另外肩膀這件甲都可以向上屈 在擺姿勢的時候就沒有那麼容易干涉到手臂的動作 而且整隻手都可以這樣向前屈多一點,把位置拉出來 肩膀上面這塊裝甲可以拉起來 露出了裡面的散熱片 就是明鏡紫水的時候會出現的變形 這個手掌的造型也是特別一點,它是多一重關節 它多了一個關節之後,令到手掌可以90度屈曲 你就可以擺多一些出掌的動作,又或者翹手 手臂這塊藍色甲其實是可以動的,我們可以把它移出來 再打開藍色裝甲和黃色的爪,這樣就可以出到爆熱神掌 再看前臂和上臂之間的關節,它就可以屈到這樣差不多完全折牌 到腰的活動性,因為它有三個活動關節 所以屈曲的幅度都很大 左右屈曲都有一點點的活動幅度 背包的噴射器都可以獨立動動 以及跟著原設,這個其實是徒生用的飛機 我們可以整個拔出來 拔出來之後是這樣,我們可以轉正它的方向 另外機頭的玻璃都可以揭起 到裙甲,前裙甲就可以完全豎起 旁邊的這塊裝甲都可以向後拉 令到我們的腳可以這樣,90度舉起 後面的裙甲都一樣,可以整塊舉起 不過只可以舉到大約90度左右 其實這樣都已經很足夠,因為已經干涉不到腳向後踢的動作 小腿向後屈的話,基本上已經完全接近了 腳掌就可以這樣向上踢 向下就可以去到這個角度 還有腳掌也可以動 再看一看腳板 因為前腳掌這個位置是有一個筍位 可以360度轉 腳掌可以轉的幅度就180度 令到我們可以擺到大字馬的動作 抹開兩隻腿 再把腳掌的腳掌扭過來就可以了 可動性真的超大 明鏡紫水的時候就會用到這個光環 那就要加一個透明的件夾著它 三個環分開了有立體很多 以及就會有多一點的層次感 再看HIRM的Guard Gundam 它這個環是鎖在背包上 但是因為 這個環本身會有重量 令到背包這幾支裝甲經常都會倒下來 我覺得在RG做得比較好 不過如果它做了閃卡那樣的反射光效果就會更加好 我想各位試可動性都一定會試一下櫃姿 對神高達來說是完全沒有難度 而且都是不需要任何支撐 只是靠自己的腳已經可以平衡到 旁邊看一條腰都是直的 好,放下來跟HIRM的對比一下 哇,真的小隻很多 頭上的天線都沒有去到HIRM的胸口 就這樣看,我覺得RG的光環真的做得好過HIRM很多 你看看紅色這個位置是水平的 但是HIRM這隻剛剛擺完姿勢就倒了一邊下來 還有就是RG的光環是有層次感很多 不過我也是那句 如果可以做旁邊這個這麼漂亮的反光效果就完美了 再放一些姿勢給大家看 單腳向上踢 不用支架要站起來都是沒有難度 所有的火焰都會為我這隻手而燃燒 更加為可以將來打敗而歡呼喝彩 爆熱神獎 劉蝦,東方不敗 最終奧兒 石破 天驚拳 很喜歡 其實這個特效件我是拿了Ellen龍之出波的特效件來做 最後就放多幾個姿勢給大家看看 我們開箱加素組的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我就會補一些顏色和貼上水貼之後 再給大家看看完成品究竟可以做到有多漂亮 給我多一點時間去做 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喜歡我們模型影片的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多謝各位收看,謝謝拜拜